你 霓裳 趁着厨房户没关 你去给文秀姐熬点南瓜粥吧 今儿晚饭太硬了 她没什么胃口 再顺便拿个暖脚炉过来 文秀姐身子弱 怕冷 还愣着干什么呀 我们一个个都是交了学费的 你一文钱没交 还不能干活抵债了吗 你们俩真是的 我刚才还叮嘱了不听话 不是让你回去睡了吗 你怎么又进来了 他们要喝南瓜粥 大半夜的谁这么矫情啊 别理他们 回去睡觉 没事 马上就好了 你还真是一根筋哪 我让你去睡你不睡 他们让你干活你跑得飞快 合着 你是听他们的 不听我的 好了好了 起来吧 我来干 真是个傻丫头 他们让你干啥你都干 真是 那南瓜粥我可不喝 都跟你们俩喝 喝酒喝 正好还饿了呢 谁要的南瓜粥 还要暖角炉 走 是我 梅姨 大晚上的 您怎么 以后要什么东西 只管使唤我 我才是打杂的 梅姨啊 我想您是误会了 是金蝉他们心疼我 晚上没吃饭 所以顺便让霓裳带过来 没想到京东 霓裳和你们一样 是来云景庄学艺的 也是正经拜过师父的 不是你们的粗屎丫头 以后别乱使唤人 诺 霓裳 赶紧上床睡觉 要是再这样大半夜的 穷折腾 我非告诉你们师父不可 赶快上床睡觉 赶快上床睡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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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